大家好,我是来自中国的歌手周深 非常感谢联合国中国书会的邀请 你是目前我这样听到 我觉得唯一我认为可以走出中国的声音 十年之前,那个初登阴宗 站在舞台上都瑟瑟发抖的小透明 竟然在十年后的今天 代表中国站在了联合国总部 把自己的音乐唱给了全世界听 从欢言到今天的联合国大厅 周深十年磨一剑,归来仍是少年 这个视频就带你一口气看完 周深2014至2024出道十周年 一年一个风神时刻 从不敢露脸的网络歌手 到如今代表祖国的艺术家 深深的成长激励着每个蓬勃向前的年轻人 2014年周深首次站上了那一舞台 一首欢言几经四座 从此开始了自己的巨星之路 只要你轻轻一响 我的心就迷醉 这女孩唱唱 只要你的欢念 笑词 2015年周深第一首个人原唱单曲《玫瑰与小路》发行 此后便一发不可收拾 翻过遥远潇心水 守着一株小玫瑰 她总是绷进脚背 仰头看大眼南飞 她说 你可曾遇见那只小路 她幻想着人山迷雾 眺望着爱与其处 2016年周深男扮女装 登上蒙面唱将猜猜猜 一首神奇白马 惊艳全场 人心中的成见是大山 记住永远要用实力去证明你自己 我心驾白马 走山光 我改话所以有 我丢望我 帮下世人 我无难关 2017年本市辅助师妹郭新 冲刺春晚的周深 悬宾夺主 破例让央视为己开后门 大雨过后的一首即兴轻唱 感染了所有观众 我愿你留而上 找寻她的方向 无奈千路去情 道路弯曲悠长 2018年周深摘得 东方风云榜年度影视剧 歌手奖 OST天王 出路征容 这就是日后一个歌手 统治影视剧晚会的开始吧 我蓝色的江湖散 在天空里那么孤单 飘向翻涌的人海 望着我被掩埋 那个青涩的男孩 在岁月里那么孤单 2019年古装现象剧如意转大火 周深演唱的片尾曲 《美香如故》也被大众熟知 2020年周深在我们的歌舞台 邂逅乐坛前辈李克勤 当天籁空灵遇上温暖治愈 天作之后的情深深组合就应远而生了 2021年周深登上央视中秋晚会 一首《繁星璀璨的天空》在致敬祖国航天人的同时 也唱出了自己从默默无闻到行徒璀璨的简单历程 《繁星璀璨璨》看向繁星璀璨的天空 那份理想已然闪烁在苍穹 历经概念重振山河梦 今日一力东方的轻松 背后已纷纷目送 2022年周深与盖在《天赐的声音》上演了一出史诗级大作 改编版的《玫瑰少年》 呐喊里仿佛都是自己的过往 2023年周深万人场首演圆满成功 现场一首《弱梦》引得万人大合唱 或许就经历了才懂得这首歌与周深和生命的意义 2024年周深代表祖国登上联合国大厅 没有儿返没有修音 深深用绝对实力把中国音乐唱给了世界来听 真的被周深感动到 周深带着大鱼去了联合国 让全世界都感受到华语音乐的魅力 能在纽约联合国总部行歌首唱 估计也只有周深的《和平送》做到了吧 这次的联合国中文日活动更像是周深的专场 整个活动含声量90% 十年前周深参加《好声音》时 被评为是唯一可以走出中国走向世界的歌手 十年磨一剑 周深用自己的勤奋和努力证明了自己 这样美好的周深 他终究是飞向了天际 周深的声音乐 EUROPE MUSIC AWARD WINNER AND ASKED HIM HOW HE FEELS ABOUT PERFORMING HERE AT THE U.N. I THINK IT HAS A VERY IMPORTANT MEANING ESPECIALLY SINCE THE SONG I SANG TODAY IS ODE TO PEACE AND THE SONG IS ALL ABOUT PEACE THE U.N. IS THE PLATFORM THAT HAS BEEN COMMITTED TO PEACE DEVELOPMENT AND THE PEACEFUL DEVELOPMENT OF A BETTER WORLD SO I THINK IT'S A GREAT AND BEAUTIFUL OPPORTUNITY THAT I CAN USE MY OWN MOTHER TONGUE AND CHINESE MUSIC TO SING SUCH AN APPEAL IT'S ESTIMATED THAT CLOSE TO A BILLION PEOPLE SPEAK CHINESE MORE THAN ANY OTHER LANGUAGE AND IT'S NO SURPRISE THAT THE CELEBRATION OF THIS ANCIENT LANGUAGE HERE AT THE U.N. HEADQUARTERS GETS BIGGER EVERY YEAR JODY JACOBS, CGTN, NEW YORK